大家好 今天我們做蒜蓉醬 材料要是這些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乾淨的玻璃瓶 記得把玻璃瓶抹乾淨 因為如果有水的話 蒜頭很容易就會生鏽變綠色 變了綠色就不能吃了 然後就可以切蒜頭 切蒜頭然後拍一拍 這樣就很容易撕開了 切的時候記得不要太大力 拿起把刀大力放下去 不然就會彈到到處都是 切好小之後就可以放入玻璃瓶裡 然後就可以加滿油 油記得浸過面 然後就可以放進雪櫃 大概可以用到一個月 如果你都開始我這樣 整天煮菜的話 做定一碗就方便很多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和按下面的鐘頭 拜拜